加压邦普不断抽水 预先存到抗旱水井里 因为石门水库水位不断下降 陶渊市成立旱灾灾害 紧急应变小组 4月底之前要在新屋 平镇龟山大溪和复兴山区等地 增加7口备用水井 以备不时之需 北水分属解释 因为进入一期倒作灌溉 用水量比较大 目前每天从翡翠水库 调用75万吨水源 到石门水库支援 搭配11号春雨报道 也会进行人工增雨作业 不过看看水库的蓄水率 除了北部翡翠水库超过8成 包括石门水库 提供逐科重要水源的 保一和保二 中部鲤鱼潭水库 通通是跌破5成 南部增稳水库则是53.7% 也让民众担心 何时才能天降甘霖 周一的话就是明天 雨是最明显的一天 因为封面通过 所以水汽也是最多 中部以北东半部 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连南部的平地 都可能会有零线短暂震雨出现 气象鼠预估 周一第三波春雨 渴望带来丰沛雨量 为石门水库注入上百万吨水量 呼吁民众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还是要节约用水 审慎以待 民事新闻 郑竹云 苏宇森 桃园报道